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日前一口氣與兩位美國經貿領域高官進行通話 之後中共商務部在6月3日得以揚揚宣佈中美經貿領域已經開始正常溝通 但不了第二天就遭遇來自美國總統的重拳 拜登宣布加強之前的總統行政令,制裁59家涉及軍工及監控技術的中國企業 拜登在北京時間6月4日簽署行政令,修訂並擴大前總統川普時代通過的投資禁令 新增超過20家中國企業,並被制裁的中國企業增加至59家 涵蓋航空航天、建造、運輸、化工、電子、通訊等領域 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投資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企業,命令將在美國東部時間8月2日凌晨生效 投資者有一年緩衝期撤資,拜登在行政命令中說 監控技術在中國被用來協助鎮壓及嚴重侵犯人權,破壞了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和民主價值觀 因此決定擴大對中國企業的投資禁令。 川普在去年11月簽署第13959號行政令,從今年11月起,禁止美國企業和個人投資30多家中國企業的證券 其中包括中移動、中聯通、中電信、中交建、中鐵建、中國船舶重工等公司。 這次新增的企業包括長沙、景嘉梅電子有限公司、中國海防、中國衛通、中光學、中旋防務、火具電子、 內蒙古第一機械集團、北方導航控制技術、中天火箭、中航電測等。 其中很多是先前黑名單上榜企業的子公司和關聯公司 如與各企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有關聯的一些公司 以及華為公司的兩家融資關聯公司。 就在拜登頒布這一行政令之前,北京剛搞窄了與歐洲多國的關係 不僅被視為習近平正職的中歐投資協議被叫停,試圖遊說法國又遭冷遇, 用歐洲制約美國的圖謀可能落空。 這是急著在中共建黨百年時慶功並鞏固權位的習近平不願看到的。 他不得不下令中共戰狼改走可愛路線。 與此同時,頂著習近平特使銜頭的劉鶴在一週時間內 先後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財長耶倫視頻通話。 單單是通話得以進行本身,就已經令官媒《新華社》專發報導。 引述中共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稱, 中美經貿領域已開始正常溝通,這一說法並未獲得美方的呼應。 另一喉舌《環球時報》更刊發英文社論。 喊話華盛頓,在中美解決具體問題的同時,華府理應趕快取消貿易戰中實施的關稅。 只有這樣才能換取中方的相應反應。 沒想到中方得以洋洋的表態發表緊幾個小時後,拜登就出了一句重拳。 而且拜登政府官員還對華爾街日報暗示,未來還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些名單。 其中一位高級官員稱,我們正在擴大這份名單以配合禁令。 外媒在報導新行政令的同時,也不忘提及。 目前,川普時期對中國產品實施的覆蓋約2500億美元美中貿易額的關稅仍在生效。 上述禁令趕在六四紀念日當日,及中共建黨八年紀念前直出台,也被外界視作為送給中共的大禮。 對習近平來說,隨著中共建黨八年紀念日的臨近,國際局勢不僅沒有緩和, 甚至隨著美國朝野調查中共病毒是否源自武漢病毒所的呼聲越來越大, 中共面臨的外部壓力還有日益的增強姿勢。 雖然中美貿易不平衡並非始於習近平執政時期, 武漢病毒所也非習近平當政旗組建, 但在他被自己帶上一尊桂冠的同時, 也將這兩宗可能的罪責背了上身。 多謝你們收看這次時局新聞,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和留言,再會!